欢迎收听由吉少居播讲的《论语朗读语》讲解 陈成子誓简公 孔子沐浴而朝 告与哀公曰 陈衡誓其君请讨之 公曰 告福三子 孔子曰 已无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君曰告福三子者 知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 已无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我们讲解论语到现在已经十四篇了 每篇都高潮迭起 一点都不呆板 到这里又转了一个方向了 这一段是孔子在鲁国的时候 国际上发生大事 齐国的部下叛变杀了皇帝 皇帝是口语 证明应该是齐国的国君 这个叛变的人叫陈成子 下面杀了上面为是 这是春秋笔法 孔子听到这个消息 看得非常严重 像是参与国家大典一样 洗了澡 穿上礼服去朝见鲁埃公 沐浴而朝 他说 齐国的内政发生了叛变 陈恒杀了他的国君 我们鲁国要出兵去讨伐叛逆 这就是中国文化 自古以来都是世界大统的政治思想 所谓兴灭国 既绝世的主要精神 就是在国际间 碰到任何一个国家出了事 出兵帮忙 替人家消灭了祸乱 然后还是把政权交给他们国家 我们只需要他年年进贡 岁岁来朝 而事实上 年年进贡 岁岁来朝 是吃亏赔本的事 比如过去历史的记载 海外的蜀国进贡了一头长颈鹿 或者说外邦进贡了一头老虎 我们还要招待他的使者好几个月 皇帝还要给他赏赐 我们绝对没有土地侵略 经济侵略的野心 中国人只有爱别人 不会侵略别人 自古以来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军事思想 有时出兵打仗 只是为了正义 不是为了利益 孔子请哀公出兵 讨伐陈恒 就是为了正义 而且孔子这个时候 他的大司寇的位置 已经下了台 可以不管国事 可能顾问的名义都没有 只是可以在皇帝面前 讲讲话而已 他为了要实行中国文化的精神 就去报告 请求出兵 但是当时鲁哀公很可怜的 所有的权利都在季家三兄弟的手里 哀公不能说孔子的主张不对 帮助邻国平乱是应该的 可是没有办法 就要孔子去和季氏三家讲 孔子说 已无从大夫之后 不敢不告也 因为我从前做过大夫 是国家有地位的人 职责所在 道义所在 不能不向你报告 鲁哀公听完了 还是要他去告诉季家 于是孔子退回来 告诉了季家三兄弟 可是季氏三兄弟不同意 认为不要管这个闲事 孔子说 已无从大夫之后 不敢不告也 因为我之前做过鲁国的大夫 我是鲁国的人 所以我不能不说 将来不要说我没有讲过这个话 我已经讲过了 也向国君报告过 我的个人责任 国家责任 历史责任都尽到了 做不做是你们的事 这一段 很明显地可以看到 中国文化的精神 中国的政治哲学也在这里 我常和外国留学的同学们说笑 就以留学生来说 现在我们的留学生 在外国打工 端盘子洗碗 但是由唐代开始 历史上可以看到 当时外国来华的留学生 达数万余人 我们的政府 在长安建筑了几千间房屋 招待吃 招待住 让他们读书 学习中国文化 多漂亮 哪像现在你们 驻华的领事馆 办起签证来 还再三考虑 深恐会占了你们的工作机会 当然 话说回来 历史时代的环境不同 不可一概而论 只是在这一段里 对于中国的政治思想 军事思想 文化思想 民族精神的重心 可以有个概要的认识 好 我们回头再来看一下原文 陈成子誓简公 孔子慕絮而朝 告语哀公曰 陈衡誓其君 请讨之 公曰 告福三子 孔子曰 已无从大福之后 不敢不告也 君曰 告福三子者 知三子 告 不可 孔子曰 已无从大福之后 不敢不告也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下次再见